包含磚塊就是呼應金塊的感覺 然後動動牆 想像他是金幣的這種感覺 年輕的設計師趙瑜 四年內工作室從兩人變成九人 每年業績層上五層 還在北部設立據點 這兩年更頻頻獲得經典 及德國IF設計大獎 而跟他同樣表現的 還有建築師吳韋庭 研究所畢業 就考上工職跟建築師執照的他 經過工部門的歷練 兩年前從博二共創基地創業 每年三成業績成長 事業版圖還開始跟國際接軌 那個業主他也是看到我們的 得獎資料以後 然後才過來 我們外銷是把台灣的設計品牌 往外打 他們都出自高雄的博二共創基地 成立五年來 扶持一百多家新創公司 存活率高達九成八 因此今年八月有了二號基地 還獲得知名設計師聶永生在內 多家設計團隊青睞 光是營運進駐率就逼近五成 一號基地可以說是 我們文創工作業者 一個夢想的起點 那二號的話可以說是他們的 夢想的一個終極戰 但最新台灣文創產業發展年報統計 2021年總營業額九千六百多億台幣 來到新高 但無大產業中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只有687億元 佔比約7% 而全部外銷比例不到11% 這是日本東京的上野文創園區 鐵道下方的狹長空間 聚集了五十多家在地傳統工藝名店 雖然引來世界各地遊客 但日本文創產值的真正來源 只要扯上日本動漫的活動 就能見到爆滿人潮 而根據疫情前2019年的統計 日本動漫文創的年產值 可達2.5兆日幣 除了南瓜六成的國際動漫市場 相關產值更占全國GDP一成以上 另外在南韓 貧民窟變身了甘川文化村 被稱為韓國版的馬丘比丘 還曾被CNN評選為亞洲最美村莊 但南韓的文創產值重心 其實在影視產業 從演唱會 周邊商品 到電影創作 甚至衍生的景點觀光 疫情前也高達3.3兆台幣 跟南韓的半導體產值相當 但疫情後仍讓人看到新的希望 我們要迎向日韓 要感傷它 要利用我們接下來的優勢 未來我們要走就是所謂的 文創科技或是科技文創 我是用數位的創作 包括AI的加入 包括大數據 尤其像元宇宙 雖然證實不及日本的動漫能量 以及南韓的隱私實力 但隨著國二周邊 數位內容產業聚落的形成 仍有機會在後疫情時代 找出我國文創產業的南韓市場